HELLO 大家好,這也是KanKanBGM 那...這可能會是Podcast第三集的節目 那...我來做一點就是之後KanKanBGM這個音源網站上面 未來更新的一個小規劃的解說 就是...之後這個改動可能可以讓自己的這個音源素材網站 有更多與別的音源免費素材網站可以做出一些區別的地方 那因為這樣的製作比較費時 所以...有機會的話希望往這個方向來製作 那...之後可能...情況允許的話 我們可以將這個...免費音樂素材的樂曲分成三個情緒 第一個情緒可能是Ambient 第二個是Enhanced 第三個是Climatic 那第一個階段就是Ambient的話 以現在這首配樂舉例 這首配樂可能是一個比較懸疑的氛圍 那可能就會像是說...比如說進入一個廢棄公館 在做探索的時候 會比較懸疑會有一個場景的這樣BGM 那我們來聽一下看看 對...就是一個比較...基本...簡單...但是可以帶出氛圍的一個...狀態的BGM 我把它稱為Ambient 好...那...隨著這個劇情推演啊...可能呢...可能會慢慢進入到這個...需要思索一下... 欸...誰是...叛徒...誰是兇手... 喔...可能進入一些偵探的環節...開始要推理... 喔...那這時候就可以用...第二個階段...增強... Enhance...的這個部分的音樂 但其實它都是同樣動機的...一首音樂 這樣比較可以...就是...不突兀 喔...就只是...就是都要...都是同樣的動機 其實是...圍繞著同一個動機去創作...增加一些... 像這個第二階段就是增加了一些合成器...然後... 然後...最主要的是...增加這個Diq... DitDiq... DitDiq... DitDiq...這個... 思索的緊張感... 對...那...到...這個...最後高潮的部分...可能是這個... 進入戰鬥環節...或者是...煞手出現了... 這時候可能會將情緒在... 帶入一個更IGH添�的狀態... 這時候我們就...用Climatic...這個部分的...第三階段的...配樂... 一樣是同樣動機的一個配樂 但是它就明顯進入了一個最緊張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樣的改動的話 可能不論是什麼樣類型的創作者 如果可以用這些同動機的素材 去做這個使用的話 可能可以更有意思 我在想 最簡單的一個舉例就是 好比說3A大作 我們在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在地圖跟從地圖進入戰鬥這個部分的時候 它其實搞不好是同樣的動機的配樂 只是可以飛令飛到 讓你覺得無縫的轉換到戰鬥的背景音樂 但是其實都是同樣動機的一首曲子 那如果可以有這樣子的素材 來讓遊戲創作者也好 或者是不管是說書的頻道 不管是做影片的創作者朋友們 如果這樣的素材可以更幫助到大家的話 那我覺得一來也可以提升這個 一定大家會願意add的這個 我的帳號的部分 因為其實有一開始就有說嘛 就是這個免費素材可以讓大家去使用 那其實最基本的就只希望說大家可以就是 TAG我的這個帳號 讓這個素材的這個推廣方面 可以有這個更多的這個曝光 畢竟也沒有什麼錢做廣告 就是靠大家口碑口耳相傳啊 所以說如果就是周圍的創作者朋友們啊 可以覺得這個本站素材有幫助到大家 可以就是多多宣傳一下 對那很感謝大家 add我的帳號的話我也可以去看一下說 大家會將這個素材使用在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樣子我也會更有idea 就是之後可能可以做怎麼樣的改動 對好 結尾的部分的話就是 欸其實喔這個動機啦 就是周圍的動機的原因是 因為我最近去玩這個三中小屋的桌遊 然後他就會分一些階段嘛 那我就覺得欸就是如果放配樂的話 雖然說我們平常玩遊戲 就像我們講的3A大作 他可能本來的機制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一些素材的網站是做 音樂素材網站上面是分享這樣子的素材 的確在做這樣的素材需要比較花腦力 比較費工 然後他也不一定真的比較討喜嗎 對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就是有時間的話 往這個方向試試看 那你們用起來 欸覺得就是蠻不錯的話 歡迎就是下面可以給我一些反饋 對 喔 那欸對就是這個雙北 如果有這個打三中小屋或是一些打桌遊的團 可以就是 加加這樣 對最近對三中小屋蠻有興趣的 好 那就是 不管你是這個遊戲製作組也好 或者是這個影片工作者也好 那我這邊還是一樣有在接案 就是歡迎找我訂製一些專屬的配樂這樣 對不管是遊戲影片都歡迎合作 或是其他廣告有需求的方面 那這個也可以歡迎訂閱我的IG IG上面可能會發一些比較不同於 YT之類的東西 YT主要是素材嘛 那IG上可能會有一些就是cover或者是一些有時候工作上的集錦 會發在上面 有興趣的也歡迎follow一下 好 那這一集的這個更新就到這裡啦 有機會的話 對拜託就是有使用的話可以在下面做一點反饋 就是覺得這樣的改動的話可能有沒有幫助到各位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歡迎留言